像他滑右掌的时候 我就滑后退 这样一前以后 船就会像一个支点这样转过来 这样有理解吗 独木舟要怎么前进 转弯 后退 甚至如何自救或救人 因为他现在上海有没有很紧张 有啊 今晚未定 你不要 我救完了你就放手 然后他又下去了 教练在下水前都一一说明清楚 就为了带领慈济科大的学生 迎接待会的出航体验 好 透过下水仪式仪表坚决的心 救生衣也穿好穿满 有师生自己DIY的独木舟准备出发 滑船的时候就觉得 我忘了自己的烦恼 很少就是自己手做东西 然后这次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就是非常有心得 然后自己滑也非常开心 这堂独木舟课程总共有七天 船只从无到有都是由老师和学生 拿着形形色色的工具 自己一步一步拼接起来 团队造舟每一个学生 他的能力的差异也不同 所以相对船可能会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他们就会体会到团队合作的重要 还有能够去体谅跟满足一些 比较差异性学生的需求 湖光倒映着山边的绿色 游泳在花莲鲤鱼潭上 搭着自己彩绘的独木舟 还听得见此起彼落的欢笑声 为自己的人生经验 可说是天上一笔新的记录 台新闻杨爱婷 邓明宜 郑盛明 华联报导